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來講的東西是今天下午四點開賣的大師碎片三星必中轉蛋 這個要花1500有償石去抽 抽下去會獲得一個大師碎片 然後如果抽到厄里斯會給三個大師碎片跟200厄里斯碎片 抽到厄里斯會給的三個大師碎片只能獲得一次 在公主祭典池那邊抽到的跟這裡抽都一樣 只能獲得一次 不能重複獲得 然後這邊厄里斯機率沒有UP 要在這池抽到厄里斯的機率只能說 微乎其微 所以這池就是很單純花1500有償石買一個大師碎片 剩下基本上就是給一些秘石 那些算副產物 另外 這池的PT跟厄里斯池是共通的 今天就不算CP值了 這個東西實在很難算CP值 就講一下大師碎片這個東西總不重要吧 大師技能對於戰隊戰能不能操作也影響比較小 會有影響的是畫面上這種血量2.5%的部分 有的作業一定要點的差有辦法打 不過日版作業到目前為止 我印象中沒有遇過當月能點到 然後當月就要用的情況 記得那些作業都會有多給一兩個月緩衝 只要大師碎片的獲得量不要差太多 基本上就還是都能超 大師技能影響比較大的是戰隊戰玩刀後的傷害量 還有生育打起來順不順 像是畫面上這個東西是大師技能第18點 攻擊力5% 超猛 這個會讓你戰隊戰傷害增加很多 還有生育第二區域 很多BOSS關卡這個攻擊力5%都是必須的 沒有點就是傷害不夠 總之大師碎片這個東西 我是建議大家在能力範圍內盡量要拿 缺太多的話 操作業多少會遇到問題 如果你被我說服了心中有想要多拿點大師碎片的念頭 那麼三星必中池有需要抽嗎? 三星必中池後面還會陸續出好幾個 我先對於要不要抽三星必中池給個概念 講完之後 再來針對厄里斯池的三星必中池做推薦 三星必中池要不要抽 主要有幾點考量 第一個是你後面的卡池有沒有要跳 台版七月中會開個東西叫做連結商店 裡面會賣大師碎片 一片賣200連結幣 連結幣的取得方式只有一種 那就是抽星辰日和以後的卡池 一抽會給你一幣 連結商店每個月中會更新 上個月中到這個月中期間 有在卡池內出現 能獲得你卻沒獲得的大師碎片都會在這裡出現 也就是說 畫面上這個三星必中的大師碎片 最快月中就可以補回來 在連結商店買回家了 另外 連結商店開啟後 會把星辰日和後 到連結商店開啟前 你總共在各種卡池抽了幾抽 都換成幣給你 所以假設各位從星辰日和到泳裝優妮 這段時間抽了共四百抽 到時候就會有四百幣 四百幣要把有償十連給的一片大師碎片帶回家 不難啦 但是對於有考慮要放生泳裝克羅伊的玩家來說 泳裝克羅伊給的三片大師碎片要到八月中才會開賣 到時候要共六百連結幣才能帶回家 如果你泳裝克羅伊不抽 三星必中也不買 就會需要共八百連結幣才能把大師碎片都帶回家 這個難度有點高 除非每次都保或是抽了一大堆復刻池 不然下個月中前要獲得八百連結幣有點難 要不要抽三星必中的第二個考量是歐洲程度 如果有人不信一直保底 他就會有用不完的連結幣光吃保底就吃到飽了 即使跳了一兩個角色 他應該還是可以全大師碎片 對於這種非洲人三星必中池不一定要抽 除非後面有一堆角色要跳 如果有個歐洲人整天不到一百抽就出 那他的連結幣就會很少 後面角色如果要跳 那蠻有可能幣會不夠買大師碎片 所以這個三星必中在我心中他就是歐洲人贖罪卷 這些死歐洲人什麼十抽二十抽中的 給我抽這個三星必中哦 買下去就可以消除你的罪惡 以上兩個考量點是有跟沒有大師碎片的差別 接著是下一個問題 如果解決了有跟沒有的問題 那什麼時候入手有差嗎? 厄里斯三星必中池有必要抽嗎? 對於連結幣足夠的玩家來說 厄里斯池的大師碎片入手時間 我覺得影響偏小 現在畫面上是台版開屬性系統後到7月1日時 玩家能獲得的大師碎片總量 台版玩家間最多最多可以點到畫面上的物理傷害2% 這還包含活動第五箱給的一大師碎片 第一天要開到活動第五箱 有一點難度 台版兼厄里斯池開放之後 最快明天可以打通暗三隻石 但暗屬性生育屬性要求稍微沒有那麼高 畫面上的這個物理傷害2%沒有也能通關 打通暗屬性生育之後到7月中開放連結商店這段期間 也沒有什麼特別要做的事情 玩兩個禮拜取得三星必中的大師碎片 我覺得沒什麼差 然後是未來是 台版按照日版排程的話 下一個三星必中池是泳裝客頭衣會開放另一個 一樣有一個大師碎片 如果我沒有算錯的話到月底戰戰開打 最多可以點到畫面上這個第一個大師血量2.5% 這個大師血量如果只有泳裝客頭衣的三星必中池沒有抽 其他的所有大師碎片都拿到的話是剛好能點出來的 順便說一下後續還會開大師碎片的三星必中池有畫面上這些 再來是這個月會需要的有長石數量計算 以及有缺有長石要買哪個禮包 好 月初的厄里斯三星必中1500 月中的克羅伊1500 然後我自己是喜歡每天按單抽 按到最後一兩天 沒有抽到再把角色抽出來 泳裝克羅伊跟泳裝優妮池加起來有20天 需要1000有長石 這個月最多需要的有長石數量約4000 再來確定自己需要多少有長石之後 接著是買哪個禮包的問題 我個人推薦順序從高到低是有1000有長石的記卡大於有500有長石的月卡大於Sony喜歡月初開的每日有長石 120塊買500有長石 大於每個月三次限定的2390買7500有長石 影片最後是業配時間 各位如果有課金需求 可以考慮在魔廚儲值 魔廚是魔鏡娛樂旗下的公司 知名度算很高 並且魔廚有跟很多創作者合作 也已經運作好一段時間了 再來魔廚是透明合法的公司 由富邦跟台哥大投資 各位的每筆交易都會開發票 是比較有保障的 那麼在魔廚上面儲值有什麼好處呢? 在這上面買禮包 部分禮包可以享有原價約95折優惠 會便宜一點 對於要付蘋果稅的玩家來說 可以享有的折扣會更多 今天影片裡有提到的禮包 我有去看了一下價格 對於安卓跟蘋果來說 月卡都是240 每日寶石禮包都是120 這兩種禮包 除非你是用蘋果手機 不然價格沒有差 有差的是G卡跟2390禮包 G卡在魔廚上是656台幣 95折 2390那個在魔廚上是賣227也是95折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現在就點選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去魔廚 並且輸入我的折扣碼領折價券吧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